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幂赵丽颖,十多年的比较,如今的巅峰对决 在娱乐圈中,赵丽颖和杨幂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可谓不相上下 他们同样是85花钟的顶流,因此注定了会遭受比较之风 杨幂作为一位童星,她的名声早在赵丽颖之前就已经打响 当公让杨幂一举成名时,赵丽颖还只是默默无闻 然而,如今却出人意料地发现,赵丽颖已经站在了让杨幂都眼红的高度 赵丽颖和杨幂在娱乐圈的互动极少,但两人之间的恩怨早在2011年就开始了 当时,赵丽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则动态,表达了对杨幂粉丝将她视为竞争对手的不满之情 她还指出,并非每个大眼睛,中分发型的女演员都是杨幂 已经过去了13年,杨幂和赵丽颖首次携手合作 共同出演了陈可欣指导的《匠元弄》 尽管她们并非该片的女主角 甚至有传言趁两人在戏中没有对手戏 但85年出生的这对演员同时出现在同一部电影中 引发了不小的轰动话题 两人即将同台亮相嘎那电影结红毯 引发众多网友翘首以待 期盼见证这一场精彩的合影 两人在电影中的表现将成为他们一场最引人注目的对决 而之前,两位明星的粉丝已经在激烈争论中相互对峙 赵丽颖的粉丝则引用杨幂近期在哈尔滨1944和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中的施力来论证 两人的胜负将在将员弄播出后揭晓 然而,杨幂和赵丽颖目前已经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童兴出身的杨幂,年少成名,曾出演功,仙剑奇侠传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经典作品 因此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娱乐圈中可谓是顶尖之流 杨幂最大的困扰在于她的演技问题 李绍红早年曾指出她在剧组长大,表演过于呆板生硬 杨幂深知自身的困境,然而在她意识到改变的时候已视为时已晚 否则她也不会黯然神伤,她深谙自己的弱点,却无法加以改变 杨幂,作为一名中年艺人,深知娱乐圈涌现出大量新人,行业变化日新月异 她自我意识到需要进行转型,但却陷入了无法改变的困境 杨幂38岁了,再次出演古装剧或偶像剧时 要想达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样的成功已经很难了 原因有三,一是她的年龄,二是她的状态,三是她的演技 爱德28定律,胡珠夫人等作品都是典型的代表 杨幂为了改变形象曾经付出了很多努力 她先尝试了拍摄宝贝,毫无化妆地出现在镜头前 但这部电影却口碑和票房双双失利 现在,她正试图找到其他转型的途径 杨幂在拍摄《哈尔滨1944》时,特意邀请了一位专业的台词导师前来指导 在家中刻苦学习 然而,最终的表现却呈现出了与预期截然不同的局面 面容失色,表演过于张扬,台词也不自然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充分展现了杨幂的尴尬境地 这部票房惨淡临时撤档的电影直戳她在电影圈中的困境 娱乐界被视为一个极具现实性的领域 曾经的杨幂是个大社交场合的贵宾 她是85后群体中被受关注的核心人物 不论身处何地,她总是处于聚光灯下的中心位置 杨幂和昔日的好姐妹杨颖,如今的境遇相去甚远 她们或许仍能够出现在颁奖典礼上 但杨幂却不在坐在C位旁边 而是与张小斐等女星一道,只能就坐在靠边的位置 在娱乐圈中,赵丽颖与杨幂截然不同 她被戏称为赵氏孤儿 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她受到其他当红明星的排挤 85花们在很多相聚的名利场上都找不到赵丽颖 或者她只是独自一人静静坐在一旁 在85花们齐聚的微博之夜上 赵丽颖的身影却并未出现 赵丽颖自从在花千古中获得巨大成功后 显然,尽管她备受瞩目 但她更注重作品本身而非只追求知名度 这一点可以从她选择拍摄的作品来看得很清楚 早在很早之前 赵丽颖就开始了她的转型之路 她先是出演了《风吹半夏》和《幸福到万家》 如今更是踏入了电影界 参与了张艺谋指导的第20条以及即将上映的《将原弄》 赵丽颖在转型道路上与杨幂截然不同 她的表现相当出色 特别是在第20条中扮演的《龙雅妈妈》备受好评 甚至还得到了张艺谋大导演的青睐 赵丽颖不久前与张艺谋一同出席亚洲电影节 荣获FAF新时代奖 这是对她这一代85后明星实力的肯定 从杨幂和赵丽颖的经历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演艺界 虽然知名度至关重要 但真正支撑她们持续发展的是实力 近十多年来 杨幂和赵丽颖一直是中国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两位女星 她们从青涩的新人一路走来 经历了各种挑战和考验 如今已成为业内的佼佼者 各自拥有着庞大的粉丝群体和不俗的成就 然而 尽管她们曾经被不可避免地拿来进行比较 但如今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首先 我们不得不提到她们的演艺道路 杨幂以其灵动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 闻名于业内 她凭借一系列优秀的作品 如《小时代》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 稳坐了影视剧的一线位置 与此同时 赵丽颖则以清新甜美的形象和扎实的表演功底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她的代表作品楚乔船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等 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两人各自在不同类型的剧集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成为了影视界的领军人物 其次 她们的事业发展方向也大相径庭 杨幂在影视剧方面的表现更为出色 不仅深受观众的喜爱 还凭借自身的实力赢得了诸多影视奖项的肯定 同时她还涉足了时尚 商业等领域 成为了多个品牌的代言人和商业活动的主角 而赵丽颖则更偏向于音乐和商业活动 她的音乐作品和代言广告在市场上 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向大家证明了自己的多面才华和广阔发展空间 最后 我想对观众们说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机遇 杨幂和赵丽颖都是优秀的演员 她们的成功都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的 无论选择怎样的道路 都需要坚持不懈 勇往直前 相信自己 坚持梦想 才能最终走向成功的巅峰 让我们一起为杨幂和赵丽颖加油 期待她们在各自的领域中 再创辉煌 也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梦想之路 勇敢追逐 勇往直前 王一博赛车归来 爹系穿搭衣就潮 王一博到珠海开了三天的赛车 拿下赛车执照 果然热爱运动的男生 就是酷 不过后期开的色系赛车却引来不少的目光 没有想到会这么惊喜 自己的黑豹赛车中途罢工了 只能开着小粉色来 突然发现 粉色跟王一博很搭 可爱的骚粉 佩呆萌的王一博 有种说不上来的唯美 亮眼还有自己的腔调 就是戳中我们的笑点了而已 好了 不能这么公开调戏我们的王一博 给孩子面子 人家可是酷格 形象工程还是要给的 不过这次行程很快就结束了 原本以为他会停留几日 没想到当天晚上王一博 就马不停蹄赶回北京 去的时候一身清爽的打扮 还记得那款拼接的防晒衣吗 确实让代言的品牌交内 这两天忙得不意乐 直接成了大爆款 应景了当下的天气 不愧是行走的带货王 就是这么牛 难怪代言拿到手软 更是推动国货品牌的助力器 平民化更接地气 汇集大众 细数下来 王一博这个大IP 从头到脚都是宝 行走的广告位 品牌都纷纷抛来橄榄枝的存在 这次出彩的地方就是Pelis和Evisu家 运动家潮流 这是王一博穿搭的特色 也是只有他才能轻松驾驭到的地方 去的时候 王一博穿的牛仔裤 Evisu竞典款 修身的同时凸显王一博的身材 回来依旧如故 可是这次的内搭T恤 是Evisu家联合Pelis的简约款中 戴着自己的大logo 不过这次的休闲外套有点爹系 来自于英国的Barber绿色休闲外套 有种成熟稳重的感觉 不过在王一博身上 就变了风格 反而有种时尚潮流的集市感 其实他家的风格很适合中年人穿 并非所有人可以驾驭的 有些衣服还得分人 每次这种难穿的衣服到了王一博这里 就能穿出自己的风格 这次也不例外 哪怕看起来很爹系 可是搭配一身的休闲运动风 反而增加了休闲感 还有一些潮流混搭的感觉 这次的行程 安排得满满当当 就是为了考证 同时也配合一些episode活动 看起来王一博玩得很开心 有不少人发现 原来王一博头发剪得这么短 丸子头 有点记得刘海 难怪出席活动需要带假发 确实是村头哦 王一博不仅在赛车场上展现了他的风采 而且在时尚穿搭上也一如既往的保持着潮流感 他的归来不仅吸引了赛车迷的目光 更让时尚界未知一阵 这种多面的魅力不仅体现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魅力 更表明了他对自我风格的深刻理解和敏锐把握 王一博所展现的爹系穿搭不仅仅是一种时尚趋势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 他代表着自信 舒适与随性 展现了一种对于时尚的独特理解和个人风格的彰显 这种穿搭不具一格的特点 让人们更加欣赏他的个人品味和审美观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王一博的穿搭风格都是一种启发和鼓舞 他告诉我们 时尚不仅仅是追随潮流 更是表达个性和态度 无论我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都应该展现出真实的自我 坚持自己的风格 不受外界的干扰 因此 让我们向王一博学习 勇敢表达自己的个性 敢于突破常规 展现自己独特的魅力 在时尚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品味 我们应该珍视并坚持自己的风格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在这个追求时尚和个性的时代 让我们勇敢地走在时尚的前沿 展现出真正的自我 相信自己 坚持自己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